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页是我的自我介绍 刚才商工老师已经介绍完了 我就跳过了 然后今天的分享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介绍一下快手数据壶的整体的架构 第二部分会介绍一下在快手几个典型的应用场景 第三部分是我们在上半年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做了一个大版本的升级 从010升到014 也有很多的做呼类的同学我们沟通过 其实中间还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然后有一些经验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最后看一下我们正在做和未来要做的事情 第一部分是先介绍一下快手数据壶的整体架构 首先从数据员上来看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有来自于上游的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库表 有来自于客户端上报的打点日志 有嗨表 有HDFS文件 各种 然后从这个数据壶从下到上的话 底层的分布式存储的话 我们内部用的是HDFS 关于File Format这一层的话是卡KYC和Avro 最上层的Table Format 我们是基于Hoodle做二次开发 在Data Lakehouse的 基于Data Lakehouse我们做了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实时的分析 离线的分析 AdHoc 极限查询的分析 以及在上面还可以提供AI场景的分析 OK 然后第二部分是 我想介绍一下在快手几种典型的业务场景 主要分为两个大方向 一个是BI方向 一个是AI方向 先说BI方向 BI方向ODS这层呢 主要我们基于数据壶去提时效 有一个从离线到准时时的这么一个提升 主要 有两种场景嘛 第一个是日志流的入户 第二个是更新流的入户 DWD DWS 主要是目的是降成本 这里的成本不光是资源成本 还包括人力成本 这里我再分开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宽表模式 基于Hoodle的增量更新的能力 构建的宽表模式 已经成为快手内部的一个 竖畅模型的新规范 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少模型的数目 也会降低下游用户 比如说之前模型膨胀的话 下游用户可能会发现 相同的指标在很多的宽表里面都有 他们找数也会存在各种的困惑 所以说宽表模型呢 在内部用的现在是非常广泛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有些业务它会基于自己的业务场景 去定义非常贴合业务实际的一些更新逻辑 基于Hoodle的这个plug in的这种方式 来完成增量更新 另外还有一些场景是基于 Hoodle完成Hive表的平替 这个是BI场景的介绍 AI场景的话在快手目前的应用场景 我今天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 是我们做的一个基于Hoodle的 一个流劈一体的样本壶 下面我就分开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 我就挑了其中一些点来重点的介绍一下 包括这四个点 第一个是日制流入户 第二个是更新流入户 三个是宽表 以及我们在AI场景的一个样本壶的介绍 每个场景我都会先介绍一下 老的模式是什么样子 它存在哪些痛点 然后我们引入我们新的模式 接着介绍一下 使用这个新的模式中间遇到哪些挑战 以及是怎么解决的 首先是看一下日制流入化 先看一下老念路 老念路的话是有两层 念路第一层的话是把上游的 增量的日制流数据落到一个天加小时的两极分区的Hive表中 这个是用来同步增量的日制文件 日制数据 然后在第二层呢 再把这个Hive表做动态分区 同步到各个业务分区里面去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链路的 Cafcar to Hive的这个同步链路呢 它不能去做动态分区 所以说我们这里存在两层处理 它存在的问题是首先 两层加工的话 它数据就去时间较晚 第二个问题呢 是它在存储上也是有冗余的开销 那改造以后的链路看起来就非常的清晰和简化 是基于Flink作业 把上游的资量数据同步到我们的Hive表中 然后在这个同步的过程中完成动态分区的写入 这个场景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离线链路准时时化的一个改造 下游去读的时候 在这个场景中 它的每一个分区里面是说 当前小时的增量数据 和下一个场景不太一样 然后在这个场景中 新的架构落地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痛点 我们后面下一页会想怎么解决 首先第一个就是小文件的问题 刚才上一次分享中 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 这个实时写入链路过程中 我们希望在入链的过程中就能够控制住小文件 而不需要在后面再挂一层 比如说clustering让服务再去一步地去做解决小文件 所以第一个我们想诉求是希望能够在入链的过程中解决小文件的问题 第二个是兼容性的问题 一般老系统改到新的系统上的兼容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涉及到让下游用户无感地从完全新老链路切换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解决问题 就是怎么去兼容原来卡卡2Hive的下游业务的使用方式 第三个挑战是说我这个分区发出去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小时过了 我希望尽快地把这个分区发出去 那社区版本的Hoodi它存在一个问题是说 我把这个分区发的过程 这个时机是在做tickpoint的时候 那我希望我能够整点一过 我就立刻地把这个分区发过来 我就需要它不是间隔性地去做tickpoint了 所以内部的Flink做了一个改造 是说我可以基于事件去处发一次tickpoint 然后在这次tickpoint的周期的时候 把这个分区发出来 然后我们来这一part主要是介绍一下 刚才的几个痛点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首先是小文件的问题 小文件问题刚才提到 其实有很多的分区 比如说产品线这种分区的话 它就会很容易存在大小分区的问题 那我们在入股的过程中呢 就会通过每一个分区的数据量 去动态地调整我的分发策略 让更大数据量的分区 有更多的task去写 小数据量的分区的 有更小的task去写 这样把它的小文件给控制住 第二个是兼容性 兼容性的话 原来的kafka2hive 它的分区策略是说 我这个一旦所有的kafka的petition 都到一个新的小时以后 我就把这个上一个小时的分区发出去 后面我再来的迟到数据 我不是在往老的分区里面发 而是会往新的分区里面发 主要是因为你这个分区一旦发出去 下游就已经掉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再往以前老的分区里面发呢 那下游其实是 对下游的处理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原来的逻辑是说 我的迟到数据是往新分区里面发 所以在kafka2hude的 我们的流转p的链路里面 也是适配了原先kafka2hive 这个发分区的逻辑做了一个坚容性的调整 第三部分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整点 或者说在每个小时点一过 把这个分区尽快发出去 这里刚才也有个介绍 就是加了一种除了周期性的做chippoint以外 加了一个基于事件处罚的情况极致 第二个场景是说我的更新流入户 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 先看一下老的架构里面是怎么做的 老的架构里面有两条链路 首先是通过一个把上游的快照 通过全量的dump到我的下游的一个 叫全量表中 这个表它是每天是能反映出上游这张表的快照 全量快照 然后还有一条链路是增量数据 它做的是把我这一天的增量数据 先同步到我的hive的一个增量表中 然后再把这一天的增量数据 和昨天前一天的全量数据做一个合并 再生成今天的全量数据 这个链路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它数据产出晚产出时间又晚 也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这是一个离线调度 它是一个提加页的调度 首先它的调度会比较晚 第二个是它调起来以后 它还要去增量更新完以后 还要去做增量和全量的一个合并 改造后以后的方案呢 是说我通过一个flink的长逐任务 把增量任务 把这个增量的更新数据 实时同步到我的表中来 然后这个上游这个还有条链路 它是去做初始化 就是它不是常铸的 上游这条链路是做一个初始化的一个加工 旁边还有一个隐形的箭头 这个hive主要是用来解决 也是用来解决兼容性的问题 比如说以前像 MySQL to Hive那条链路的话 下游是通过pdata等于一个日期 或者dt等于一个日期去访问每天的全量数据 那我们不想在需要业务调整 它的业务逻辑的情况下 切换到MySQL去Hoodie上来怎么切呢 那这里是有一个设计 我在下面的PP里面会介绍 这个方案也存在了一些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说 刚才说的全量数据和增量数据同步 大部分的处理是说 我可以先把全量同步完 然后同步完以后 我就把我的增量的run running 这个任务把它给拉起来 但是呢在内部呢会存在那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内部的Kafka 它的TTL时间保留的时间会设备非常的短 然后如果串行去执行的话 很有可能说等我把全量数据拉完 我再去衔接增量数据的时候 这个增量数据可能前面那些数据已经没有了 那所以这里处理的一个方式是说 我把全量数据拉和增量同时的来进行并发操作 第二个也是兼容性的问题 我怎么来解决和原来的MySQLUHive的兼容呢 那原来的MySQLUHive下游用户 他可能就是用PDA等于一个日期去访问 那现在这个Hoodie表本身呢 它是没有日期分区的 在我们这个设计里面它是没有日期分区 你看它就是一个没有时间分区的一张表 这个表里面就是存着这个当时的快照 以及历史的一些快照 那没有这个PDA存在的情况下 下游怎么去用PDA等于这种方式来访问我们的数据呢 第三个挑战和刚才其实第一个场景里面提到的 尽快地把这个分区发出去 是同一类似的 怎么来解决呢 首先 增量数据和全量数据这个衔接问题 这样刚才提到了 就是把增量和全量这个任务给并行起来跑 来避免说我的时间 等我跑起来的时候 可能前面的数据已经过期了 兼容性这块的话 我想回到刚才这张图上来 大概介绍一下 是说 我会给这张Hoodie表 创建一个影子表 在HIGH表里面创建一张影子表 然后这个影子表里面 它其实这个HIGH有这个分区下 每个分区下是没有实际的数据存在 但是它会有个原数据 它原数据记录的是说 我对应的是Hoodie的哪一次slapshot 哪一次快照 所以我去下游 虽然是用Pedia等于什么的方式 去访望这张HIGH表 但实际上会把它映射成去访望 用Hoodie的time travel的方式 去访望Hoodie的快照 历史的快照 对 这里是做了这样的一种兼容性的设计 第三部分是说 我怎么把这个分区尽快地发出去 其实和刚才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每天去零点 这个数据时间一过 我就想把我的分区发出去 和刚才的也是解决的路是一致的 除了周期性的做快照机制以外 还引入了一个事件处罚的快照机制 第三个场景就是 非常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快秒模式 先说一下以前的在数仓场景 会存在一些问题啊 什么就比如说 我对各个业务方 对这个数据的就续时间要求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说 他对数据要求的颗粒度是不一样的 可能会存在呢 相同的只被他反复的关联落在 不同的宽表中 所以就有很多的小宽表 基于数据壶的增量更新的能力 其实是可以做到说 我就往一张大宽表里面去更新 甚至这个原来的一些join逻辑 也可以通过数据壶的这种更新的能力去替代 这样他就完成了一个模型上的收敛 收到这样的一个模型中 下游去找数的时候也会更便利 描心数也会有下降 存储呢也会有节约 那这个方案落地的过程中 遇到了那些挑战呢 遇到了几点吧 首先是看一个事物上的挑战 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图中 我们的血肉肉 它是可以说不需要串着写 不需要第一个肉写完 写第二个写第三个写第四个 而是说我可以有好多个血肉肉 在并行地加工这张宽表的不同列 这是这样的一个诉求 那要完成这个诉求的话 首先事物上就存在一些挑战 这里重点提出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原先的基于乐观的这种并发控制机制 它是不能够支持我们这种场景 因为我们这种场景它就是可能会去加工 同一个主件对应的不同列 如果我们用原先的那种方案 它确实可能就认为它冲突 但这种场景它就是要允许这种场景 就是要允许这个需求的存在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多个写入作业呢 在社区的护理版本里面的话 它的写入方式是追加 那我有可能说我几个作业一起跑起来 我会不会说往同一个增量文件里面去追加 然后把这个数据给写出问题来 这也是并发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索引上的一个挑战吧 就是我怎么能够保证 我多个写入任务在写的时候 可能这个文件组还不存在 但是我需要把不同的任务去写 相同主件的对应的文件组归到一起呢 不会说我因为社区的护理版本呢 它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会有个随机信在里面 如果我多个并发 没有做任何改造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说会写到不同的文件组归 那这样后面其实是没有把它拼接 不得完成正常的拼接 第三点就是在做schema眼镜的需求中 遇到了一个挑战 比如说我这个宽表 可能随着业务迭代 我要加一些列 不停地加这个列进去 那我每一个任务我希望完成 是我指加工和我有关系的这些列 其他的列我就不需要去插入 后面呢 等到比如说我又加了几个列 那我这些已经存在的写入任务 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 怎么来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 第一个是先说事务上 事务的上的话会 我们在内部引入了一种新的并发控制机制 在户地中 这个这些实现基本上都推到了社区的1.x版本 所以和社区的long blocking concuracy control的机制是非常的类似 是说我允许写入的时候一起写 然后我在后面的合并阶段的时候 去做我的宽表的拼接的动作 然后另外这个为了解决刚才说 我多个写入上会不会同时追加同一个增加文件 那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是把增量 就在这个宽表的模式下是把增量写log给关掉 可能在社区的1.x版本 它考虑到追加写有其他更多的问题吧 直接是在所有场景下都给关掉了 我们内部的话是只在宽表模式下 把这个追加给关掉 然后第二个是索引上的一个调整 就是把这个随机信给去掉 来保证我有多个写入任务写的时候 我依然可以写到正确的文件组中 这样才能后面拼接的时候把它给拼接起来 Schema眼镜这里的话 一方面是支持Schema眼镜的这个能力 另外呢为了实现刚才说的这个 每个写入任务它不需要全表去写 而是不分裂材料 这其实就是一个passion insert的功能 我们在内部的话实现了这个passion insert的功能 它一方面涉及到语法上的改造 一方面也涉及到底层实现上的一个改造 来高效地能够直写入部分列 然后上面的三个场景 我先做个简单的回顾 它是在BI场景 一个是日制流入户 更新流入户 以及关表模式 然后第四个 今天想重点强调的一个 跟大家分享一个场景 是说在AI上的一个使用 就是在样本户上的一个 怎么记数据户来去做改造 看一下老链路 老链路的话是 我会把这个数据先放 这个实时的样本是放在卡夫卡里面 供下游的实时训练使用 同时呢 这个样本数据还会有一个同步任务 把它同步到嗨表中 这个嗨表后面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拼借的逻辑 然后这个这部分这个样本数据呢 就会给离线调研使用 这种就是 学生和BI厂长达文大架构很类似 它会存在一些问题呢 第一个是 这个流和这个实时训练和这个离线训练 它的样本存储的介质是不一样的 它暴露出来的API也是不一样的 下游训练框架需要实现两套的接口 会有一些额外的开发成本 第二个呢 是实时训练这条这个样本是放在卡夫卡中 然后卡夫卡呢 它是不迟迟列裁减 另外呢 它的压缩率也会比较低 所以对于下游来说 它比直接去读HDFF 可以文件相比的话 它这个实时训练的这条 连路下游的训练的效率是没有那么高 第三点是说 我实时一个一份样本存储 离线一个样本存储 它也是有荣誉存储和同步的 这条计算链路的开销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架构是什么样 现在是说我把实时的样本和离线的样本 都放在基于Hoodie去存储 因为Hoodie有流血流毒 批血批毒的能力 所以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设计 并且在内部的落地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呢 这个链路其实和前面两个链路不一样 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的点 我先分成两个维度来讲 前面两个一个是说日制流入 一个是说根系流入 它们实际上对于老链路的改造 都是从离线链路改到准实时链路 这个场景不一样 这个场景它是原先的实时样本 它是放在卡布塔里的 所以说它其实是对做这样的一个改造 业务对实时的要求会比前两个厂景要更高 因为它相当于是要 它不是一个离线转准实时 而是一个实时降了一点点时效 所以它的实效本身要求会更苛刻 第二个场景就是这个是一个AI场景的 AI场景和BI场景有一些要求上的不一样 比如说AI场景它可能说 我可以接受丢一些数据 我训练的时候可以接受丢一些数据 但你不能断流 比如说我们有Flink写的时候 你不能断流 或者是说你有个别节点发生故障的时候 你不要整体的回到上一次的Chairpoint 然后去恢复 这样一方面可能会断流 另外一方面lag也会变大 在AI场景的话 这一点就和BI场景很不一样 所以也是有更多这方面的考量 那我再开说一下 其中遇到的一些主要的挑战 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第一个是性能上的一个点 我们卡夫卡的这个sauce数据 在这个里面卡夫卡过来的 这个上游的sauce数据过来 它是以Arrow的格式去存的 如果我们直接说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Arrow 再转成我的Flink里面的road data 再去写Paket 那这个开销是很大的 所以怎么处理呢 然后第二个点呢是说 我这个 我需要 比如说我有四个 我这个作业起了四个比方 然后目前呢 估计的社区版本是说 我必须得这个 我每次做快照的 我快照的时候 我必须得四个 同时全部都flash完 然后呢 我这个事务提交了 然后我们再一起写下一次的事务 这个就会造成 从我们的那个吞吐上来看 它是一个脉冲式的一个吞吐 我每次做checkpoint呢 从它的吞吐就下来了 然后第三点呢 和第四点都是和稳定性相关吧 第三点是说 目前社区版本是说 我每一个并发 怎么去知道我下一个 要往哪个事务的ID里面去写呢 是靠所有的并发去list HDFS的目录 来知道我下一次的事务ID是什么 这种同步方式 那这种同步方式 在很多大的这种作业里面的话 它会对HDFS的冲击会比较大 第四个稳定性方面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个别的task有失败 不想要说直接 所有的并发全部都回到上一次的快照 然后再去处理 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断流 或者是说数据有lag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业务更能接受的是 丢一些数据 这点是结合flink的 我们在内部flink做了一个单点恢复 我们结合了那个feature 在Hoodie这边也做了一些改造 然后这也主要是想说 怎么来解决刚才的问题啊 可能刚才过程中有一些 我已经说了怎么解决了 我们看一下性能 性能的话是 省去了说把source的arrow数据 再转成我的行数据 然后再写到packer 是直接用我们的向量化的 引入向量化的算次 然后在这一步里面完成 直接把arrow数据写出去 然后第二个是解决 刚才说我怎么解决 我的脉冲式的吞吐呢 那刚才这个问题是说 因为我的 比如说我四个task 虽然我有一个taskflash很快 但是它也需要等其他的task都完成 然后这次事务提交了 我才能知道我下一次该写谁 那这里有内部引入的方式是说 我是允许有多个正在进行中的 进行中的事务 然后我可以说我快地写完了 我就迅速地来到我下一次 应该写哪个事务 然后去先去写 不用全部都阻塞住 第三点呢 是说刚才说的 对HDFS的冲击压力比较大 然后这块的话是这么解决的 就是我们是怎么去同步说 就各个task 怎么和总控节点同步说 我现在这个事务ID是什么呢 不是再去靠去扫HDFS的文件 而是我们这个flinkro 他做快照的时候会发一个chapoint过来 这个chapoint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冲的 我们就用这个时间冲 当成是我们的15ID 这样这种就同步起来了 而且也不需要更多的额外的消息通信 然后第四点就是 刚才说我们怎么解决单点 或者是个别task故障或者失败 导致整体的数据回滚的 这个整体的数据回滚到上一次状态 然后再去拉起来导致的问题呢 那是允许一定比例的数据优势 这个是结合flink引擎内部的一些 比如说单点恢复的一些功能 一起才能配合起来来做的 OK 好了 然后目前就是我第三点想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目前我们在做前面半年 在做我们的大版本升级过程中 都积累了那些经验 想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这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版本升级 从0.10版本升到了0.14版本 首先阶段性上分为三个阶段 因为这个升级跨度比较大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可预期的就是这两个版本 应该会并行存在比较久 所以呢第一步是先把读取版本升级到 0.10上的一个新版本 这个新版本是能够支持既读0.10又能够去读0.14 然后第二步说我再去把写入的版本给升级到0.14 这个表的版本升级到0.14 第二步完成了以后 再说我所有的作业的读取版本 也全部都升到0.14 然后完成整体的升级过程 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首先我们先看我们第一步这个开发阶段 我们做了配合刚才三个阶段做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发布了一个0.10的小版 0.10版上有一个小版本 它能够既读0.10又读0.14 0.10和0.14在名数据上还是有一些差异 比如说它的Madata header 它的列是不一样的 另外还会有说后面几个版本 它引入了一些新的Rite Operation 如果0.10直接去读的话也会有些异常 所以这个在0.10版本都需要把它 小的版本把它把它解掉 另外就是在这个版本上还需要支持我的升级工具 第二点就是把我们内部的0.10的一些patch Cherry Peak到0.14 这个可能说是Cherry Peak 实际上大部分工作是在重构和重新开发 一方面是因为API上在经过这么多大版本上 API上已经有很多的变化 第二方面是在后面的一些版本中 社区也陆陆续续地补习了很多的性能 BugFix很多的功能 然后我们需要去 这个过程比较痛苦 需要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大的patch拨开 拨成最犀利度 然后看哪些社区已经有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往新版本去核 哪些没有的话 我们给它补齐 其实这也是一个借鉴 就是还是要尽快地跟社区的最新版本拉齐 免得这个后期的这个债务债会越来越多 同时呢 这个还做一个降级工具 可能说我们为啥还要做一个降级工具呢 因为在整个升级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各种 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 随时这个降级工具 是一个SOP手段 遇到的问题 随时能把它降回去 OK 然后我们在014版本上 还陆陆续续地解决了一些问题 然后我把其中一些重要的点 把它列出来 第一个是说 014版本可能会存在一些作业 有性能回退 比如说这些场景 第一个是这个plan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个我们在升级的 之前做版本回归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plan发生的变化 会引起性能回退 然后呢另外可能有一些新的 IFC加进来 比如说我的 比如说我这个引入第二点 比如说我引入了 减少叙率化 反叙率化开销了一个IFC的时候 做了一些小的重构 然后导致一些 飞翼器的一些性能回退 或者是说引入一些新的feature 导致了一些性能回退 然后这是性能上的一些点 另外是数据一致性上的点 这个在升级过程中 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开启推特执行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数据 非常偶发的会丢失 然后另外还会有一些 对于特殊数据的没有正确去处理 第三个点是说010和014这个大版本之间 因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所以它有一些默认的行为 是已经改变了 比如说014版本的话 它的语言数据 这个表是默认打开的 另外呢 对于Bus作业来讲 它直接就是把这个inline的compaction 给制成是tool 这个也会带来老作业迁移上 迁移到新版本的时候 有一些非递区的行为 那可能这一页看到 又有一些性能的问题 有一些数据质量的问题 所以说升级它其实不是一个 简简单单的开发的这么一个工作 而是一个需要环环相扣的 开发只是前面的一部分重要的工作 第二部分是回归测试 在内部的话 建了几百的回归测试期 来用于说我做版本升级之前 提前发现性能问题和数据质量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灰度发布 这个灰度主要是按两个维度吧 第一个是说我的优先级的维度 从低优到高优 第二个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读 然后先读 然后先升读版本 再升写版本 最后再把读版本升到014版本 第四个是说灰度期间的一个观测 从作业的整体执行时长和作业的失败率 以及我们会有一些 我们自己建的一些hook作业去检查数据的质量问题 这个其实在前面我们发现还是很必要的 因为在前面的这个回归测试里面 虽然已经加了力所连接加了很多case 但是还是会偶尔有这么一些case暴露到线上 所以这个监控这个观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然后我们在上半年已经完成了这个大部分的升级工作 也是有挺多的内容想和大家分享吧 可能有一些同学内部在做升级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详细的交流一下这块 然后未来的工作 未来工作主要其实可以概括成两点 第一点是建基建这样更鲁棒的一个基建 第二个是做业务 建基建的话这里也写了一些点吧 第一个是说提高我的一些table service的一些性能 这个其实比如说我也支持minor 在Hoodie里面支持minor compaction 因为刚才提到的第一场的第二场的分享里面 静松老师也提到了 说派蒙里面的一个优化点 就是我允许做局部合并 在Hoodie里面 在isberg里面它确实是全局的合并 然后这个我们跟社区正在共建 也会把局部合并引入进来 第二个是说做sort verge compaction 也是为了提升合并的稳定性 另外会去做自动化的table service托管平台 来减少用户的用户的运维的成本 然后第二点是说引入新的table format 这个新的table format实际上不是说不用Hoodie 而是说我们会在我们会用Hoodie 1.x版本的table format 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会看到它有非常多的成构 它其实可以解决很多我们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们后面 我们在1.x版本的这个table format设计中 也是跟社区一直在贡献 但是内部目前还在014版本 因为这两个版本之间在原数据上有一些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的是说升级过程中 我们需要做这个兼容性的考虑 第二个的话是说我们会去继续加强宽表的建设 这里会引入类似HBase的空隆翻明的概念 去做一些能支持更大范围 更多列的一个宽表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升级计划 我们会在解决完0.14到1.x版本的 兼容性问题以后 把内部版本往1.x版本去升级 第二部分其实就是刚才说是做基建 第二部分就是做业务 做业务的话这里列了几点 第一个是刚才说的样本壶的这个场景 让本壶场景的话会去把它往更实时的 现在能做到是分钟级 就是能做到三分钟左右 我们需要把它往更实时的角度去 更实时的方向去推 来支持更多的训练场景 可以用我们基于刚才说的这个架构 第二个是说会去加强KV的能力 然后来把特征的特征服也建起来 因为特征和样本比起来的话 样本可能很多是scan上的一些需求 特征会把KV的能力也要求进来 第三点会去说拓宽AI用户的 AI场景用户的一个使用量 这方面会最近Hoodie社区也发布了 叫做Hoodie Ross这么一个项目 实际上也是想给更多的AI场景用户 带去一些便利 然后我们这块也在关注 OK 这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 感谢大家 哪位同学 张靖老师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你前面提到 它会有一个修改Fling Checkpoint的机制 去做分区发布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分区发布是 我理解它在写入数据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create partition了 但是你说的分区发布 或是只会去notify到它的meta store之类的 对 到highmeta store的分区发布 不是HDFS上 那它这个分区是会 它的标浪机制是怎么样 什么时候会去认为 这个分区已经结束了呢 分为两种场景 比如说它就是两极分区 比如说刚才的日志入湖那个场景 它就是两极分区 它没有业务分区的话 对吧 就是两极分区的话 那这个分区 这一极分区 同步到highmeta store里面的时候 下面就可以 下游用户就可以掉起来了 但是如果有多极的业务分区的话 会在 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任务 会说我这个各个子分区都ready以后 会把二极就是 到小时级别那个上面标记一个当文件 表示这一极分区就绪了 然后下游依赖 下游比如说有数据依赖 或者任务依赖小时级的话 它就可以这部分才可以掉起来 就是分场景 看看它是几期分区 我的意思是 它是完全按照process time吗 比如说一个小时到了 这个点到了 就已经标识这个分区已经结束了 这个不是靠墙上时钟 而是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上游卡夫卡里面的 每一个position都到了下一个小时 那就说明上一个小时就绪了 对吧 然后我就可以把上一个小时 这个分区发布出来 但是也这里也有一个点 就是说假设这个就属于业务低风息 一直没有数据来的话 和原来的兼容性方案 也是会等待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还是没有数据来 也会把数据发出去 分区发出去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 如果分区都已经发出去了 迟到数据又来了 那这部分是不会往它原来应该属于的 那个even time里面去写 那个对应的分区里面写 而是往当显的这个写 这些设计大部分 其实是为了解决兼容性的问题 因为原来的同步链路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切过来 我们也要去兼容原来的行为 那它其实就是会感知 这个数据里面的even time 然后也就类似 有whatmark这样的东西 去感知所有的分区都到这个时间了 类似是的 是类似的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就你刚刚里面提到 其实互利的价值是在于说 它能提高它的时效时间 能到近分钟节 但它是实际上是 还是按照分区的发布之后 去触发下一个调度的 那它这个近时时的这个 是怎么体现的 这可能我刚才没有介绍清楚 前面两种场景 它都是比如说BI场景的日流入湖 或者是说根性流入湖 它是替代传统的入湖方式 但是目前下游 比如说我只把ODS成入湖 下游依然可以享受到的红利 就是把时效提上去 这部分依然用批读的能力 但是最后一个场景 AI场景的话 它是下游是增量度 是说我这个增量 有哪些新的事物写入 然后我会把这部分 对应的文件把它读走 这两种场景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批读 一个是流读 所以前两者 基本上只是入湖方式改了 但是它时效性 可能并没有差别 但是第三种的话 它可能是下游是增量度 或者是类似于时事主 所以它的时效性提高了 第一种的话 第一种BI场景的时效性 是提高的 因为它就续时间变早了 比如说原来那个链路的话 比如说是两点就续 但是我改成时事入湖以后 它可能零点过几分 就可以就续了 整体的时间是往前挪的 然后你说的实际上是说 我下游查询的那个响应时间 是不是有变化 对吧 那个还是快照读 还是批读 那块没有变化 但是它整体的 可以调写的时间 是往前提了 然后第二点 那个说的AI场景的话 它是增量度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 AI场景那个 又可以细分开说 就是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场景 它是原来 流合实时的样本 是在卡普卡里面 第一线的样本 是在HDFS上 然后我们做了这个工作 是为了几个点 第一个是存储统一 对吧 然后接口统一 然后第二个点 是为了降低成本 对吧 这里面倒是说 其实对史实那个时效 是有一些折衷的 对 大概谢谢 好的 你往中间一点 大家还有提问的吗 我问一个小的问题 可能有点 好的 上话 你提到就是说 前面的这个升级 还有下一步要从0.14 升级到这个 它的这个1.0的这个版本 那每次升级 你们是整个数据 都会在重写吗 还是只是 对原数据的这个 直写原数据 数据重写 看要太大了 而且其实数据 是本身也不需要重写 OK 对 就是原数据就OK 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那下午 你也听了那个 静松老师讲 那个拍蒙 对吧 那么拍蒙和胡迪 都是讲这种 实时的数据链路 对吧 然后你们也是用 这个Flink 来做这个数据的 ETL 那么目前就你们的观察 有没有必要 比方说切到用拍蒙 来做这个实时链路 还有您对这中间的 这个投入和收益 是怎么来看的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我们近期 也在一直看拍蒙这个项目 感觉它和刚开始孵化 到现在成长非常快 很为拍蒙的团队开心 然后我说一下 我个人的理解 可能分 如果这个跟公司 它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很有关系 比如说我是一个云厂商 那我一定要在我的 现在的存储 本来就是要允许多样性的 我如果做云厂商的话 我一定要是在云上用户 满足云上用户的多样性 我把所有的互都要给提供上 对吧 然后第二种就是说 不做云 我们就是服务内部业务 那可能服务好内部业务 是最主要的指标 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们为什么用拍蒙呢 是因为我们的Hoodie 是在20年底 21年初开始的 当时为什么选Hoodie 我也可以展开介绍一下 首先那个时候 Delta Lake大家知道 是在22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才开始全面开源 Delta Lake 2.0版本 之前是收着的 所以当时站在 21年年初的那个时间节点上 是不能够预判将来 它在这个开源力度上的 这个信心或者这个沉溺版 所以这个没有选Delta Lake 然后第二点就是 当时Iceberg 它对更新的支持 是完全不支持的 当时那个时间节点 现在是支持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 对 有一些短板的更新上 然后我们当时内部的需求 就是很多更新的场景 所以在当时那个时间 当时拍摸还没有 然后在当时的时间 然后选择了Hoodie 而且在Hoodie上 做了很多的 刚才提到的性能 功能的一些演进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已经把很多的业务 给支持起来的前提下 依然在保持关注 新的数据库的技术 这一点的话 我们可能和云场上 就不太一样 云场上可能考虑到 我这个这么多样性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要做 比如说像One House 或者这个Bricks 做一些catalog层面的整合 那对于我们层面的话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说 做引擎层面能力的整合 比如说刚才说的 我要去做局部更新 因为拍摸的局部更新 确实做得很好 比如说我要去做compaction 那这两块拉起以后 实际上也是把拍摸的优势 给吸收到了Hoodie上来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做云和不是做云的 两种的对数据库的 一个发展思路吧 你们就是实用主义 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可以 对 而且 人家厂商是什么都做 对 而且在 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 而且满足这么多业务的情况下 去切换 就对我们昌价 就完全把它切到 另外一种湖上来说 它的沉默成本 和试错成本是比较高 而我们的目标是 支持好业务的各种需求 并且基于Hoodie 把它基于Hoodie原先的 能以我们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我们也在跟Hoodie的社区 Hoodie社区其实也很开放 我们跟Hoodie的社区 一直有定期的sync 然后一起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刚才很多工作 其实都已经推到社区 然后我们很多的方案 如果我们来不及推社区 也会跟社区先把这个方案 大概样子定好 然后我们力不做 也会减少将来的这个 合并的开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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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